香港電影經典綠葉演員陳曼蕾 今日於世界殯儀館撤離 她的太太和四名子女一大組就到場打點 據知喪禮以佛教儀式進行 靈堂佈置簡潔中間擺放遺照 不少圈中人都有送上花牌之意 當中包括著名大導演王家衛 據了解陳曼蕾曾參與過多部電影 包括《三五成群》、《花樣年華》等等 雖然只是飾演一些甘草角色 但她就深得王家衛的欣賞 據劇組的知情人士透露 當年王家衛去到重慶大廈密室景點的時候 勾遇到陳曼蕾 後來兩個人在交談之下 王家衛覺得對方非常幽默風趣 於是就力邀她參演電影《倒落天使》 不過陳曼蕾晚年一直飽受腎病困擾 據知去年11月份她的病情開始惡化 然至12月更加不幸中招染疫 短短3天之後就離開人世 享年78歲 而王家衛在得知惡號之後 第一時間就在社交網發文悼念 陳曼蕾的小女兒接受採訪時表示 爸爸在臨終之前 所有家人都全程背叛在旁邊 直到最後一刻 她又透露爸爸生前的維園一直上回內地 所以家屬一致決定 等明天遺體出殯火化之後 再將爸爸的骨灰送回鄉下福建安放 希望為爸爸再盡最後的孝道 願離苦得樂 一路守好曼蕾叔